今天一大早啊 很多民众看到陈志忠嫖妓风暴之后说啊 简直下巴要掉下来了 太不可思议了 事实上不止陈志忠 过去您还记得吗 像是美国的大明星休格兰 又帅又多金 他自己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名模女友 但天之道却被人拍到 在落日大道上去找黑人妓女 另外呢像是高球名将老虎舞姿 本来形象很好 却爆出了嫖妓跟婚外情 都让大家跌破眼睛 姓成瘾的老虎舞姿 虎女郎多到除了可以编号 还可以扮选美 而在洋洋洒洒的虎女郎当中 性产业的专业人士占了相当比例 而舞姿还留下一晚叫来15人 寻欢作乐 以及让应招女郎都难以招架的传闻 我确实认为他有什么 他需要某种的帮助 不过姓成瘾也让舞姿家庭破碎 声名扫地 而英国大明星休格兰 1995年在洛杉矶跟祖坚女郎 当街搞车阵的丑闻轰动全球 也留下这张 势必会一辈子跟随休格兰的知名档案照 休格兰形象遭到重创 好一阵子才东山再起 而精力旺盛的运动明星 可以说是性产业的常客 不过英格兰队的主将鲁尼 还没成年时就爆出会顾 50岁印招女郎的新闻特殊的品味 让人印象深刻 而巴西球星罗纳杜2008年 也因为招季爆出风波 罗纳杜原本想玩四批 赫然发现找来的全是人妖 想退货不成反遭勒索 最后报警歹人落幕 没有认出人妖的罗纳杜 也因此成为笑柄 感谢观看